我们成就今天这样一个展览的最辛苦的策展 来把这个赖子进展 这个真的尤其在这样一个普及的一个场地 要策展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它是一个面网随便乱定东西的一个场域 那我想也非常高兴 我们来自大陆的龙城寺院的这个学院长 以及各位大师 那各位美女朋友 以及各位热爱艺术的各位好朋友 今天能够一位来参加这次一个展览 那我想我也非常觉得非常的荣幸 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几位大师 一起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展览 那刚刚有介绍了我有一个祭典在这里 不过今天是礼拜二休 如果各位这个有信心到那里去 我可以把它开门起来 虽然都没有半个人 那不够这个没有问题 可以让各位来参观 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今天我 因为我本身是保护了一个90年历史的一个古遥 那在30年前 把这个古遥转换成为一个文化创业产业员 那我记得我在30年前 到景德镇去演讲文化创业产业的时候 感觉好像讲得太早 不过最近我发现这个大陆变化非常的大 那也一直在朝向一个文化创业产业的这样一个领域 来这个做一个发展 那因为我本身因为是这个继承古遥的第三大 那所以我本身就在大学的时候 第4月去读投资科系 然后后来研究所才去读文化创业产业 那现在在大学 我也有指导两个研究所 那指导研究生 在文化创业产业的这样一个领域 那今天我们随不随也会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又能够在这个地方展览 我觉得也内心非常高兴 因为我觉得这个园区是需要有更好的一个展览 在这个园区能够把这个地方活化起来 那这个地方最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 因为文化部有几个文化创业产业园 唯一只有这个地方是公办公益 没有委外的 那为什么文化部不委外呢 因为他希望这个地方 这个商业的行为比较淡一点 文化的气息浓一点 才不会到最后面是一个好像一个三层的感觉 所以文化部保留了这一块境地 在这个地方做约束性的一个规划 那包括要做餐厅的 不是每一栋都可以做餐厅的 它是已经有设定了 哪一栋可以做哪一栋不能做 已经都把它的比例把它设定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会让各位来到这个地方 最没有商业的这种气氛的 最非常有文化体验的这样一个场域 能够来这个地方看这样一个展览 那我觉得也非常难得更何况这一次的展览 也能够跟这个大陆沿岸 尤其在农村寺院在大陆非常容易 能够支持这样一个展览 能够让今天顺利的这个time目 我想这个赖政议长做得非常辛苦 那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能够如期的在今天能够正式对待开放 我想这个孙密尔今天是推荐的 这个应该尤其在这样一个场域 能够把它成就起来真的是不容易 那我也知道测版人士会非常辛苦的 慢慢去到在整个布置 整个运送 以及这个如果邀请 也会能够到这个里面的餐馆 让这个活动能够变成是一个 更多人看 而且有价值的活动 那我在这个地方 祝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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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